好的,我们继续啊 当两个内部啊 我们取到27厘米相互缝合之后 这儿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大洞 看到了吗 这就专门供我们挑支袖子的地方啊 注意了 边缘的部分啊 无论是我是否强调 都要考虑到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如果涉及到事后要挑针 这个重要的问题之后啊 你一定要注意边针必须要每一针都支 不要给它不支啊 如果你给它挑下来不支 从第二针开始 这位置就会很紧 整个衣服穿不进去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沿着这个大洞的边缘位置 挑出所有针来 注意啊 是挑出所有针来 第二行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均匀的剪至多少 剪至48针 然后向下 环形的给它织一个45厘米长的 拧针单楼纹的一个什么呀 袖子啊 最后给它收 机器边就好了啊 支45厘米 挑48针 这大家都会啊 那么问题来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 整件衣服就完成了啊 但是 腋下的这个位置 穿着是否舒适 取决于我们太多的小细节 如果不注意就会出问题 所以啊 可以事先的 同学们可以给它画一个重点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事先怎样啊 之前我们不是给它找出来了 76针 给人家干嘛了 收平边了 对不对 而且让大家松收 但是有一句话 我们北京老说啊 叫砍的没有 炫的圆 砍的 砍是什么意思 拿斧子 这要砍 它形成的 接茬的位置会怎样啊 会很粗糙 对不对啊 如果炫呢 我们是拿刀子这样 修 又叫修啊 修苹果 我们以前老叫修萝卜哈 修小刀 轻轻的一点一点 细细的这样来修的过程当中 它是相对来讲比较细腻的啊 这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事先就预见到这个地方 需要有很好的弹性的情况下 也就是我们这76针 在收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样啊 我们可以给它留针不收 明白了吗 我们要把 你看啊 在你起始的位置 从这头往这边处 76针 是不是 你完全可以给它 直接收50针啊 对不对 那26针我不收啊 你可要知道 这26针不收针的 直接是针套 套起来直接编织 和给它收了针以后 再挑出针来 再织 你知道它们之间的弹性啊 得相差多少 前者会很好的弹性 即使针数啊 不太多 也会穿着很舒适 但是后者 如果你在收 在这收了针以后 再挑直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 不舒适 很紧 明白了吗 啊 所以我们可以提前预见到 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画一个红星号 返回到你的这个位置来 要干嘛 我们给它 收少量的针数 明白了吗 啊 而且也要松收啊 这不用毋庸置疑的 也就是说你只给它收50针就好了 然后剩下你没收针的地方 给它留着针 啊 留着 留着完之后 到开始挑 挑直袖子的时候啊 我们要怎样啊 哎 直接就拿你留针的这个位置 直接穿在针上 然后其他的位置呢 啊 这一圈 你不是还有其他位置吗 给它都挑直上 然后给它达到 我们要求的48针 往前就像直 这样 你在这个位置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舒适的穿着效果了 明白了吗 啊 也就是 整件衣服的小窍门都在这 哈哈 好了 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这件衣服的织法了啊 同时 如果通过这件衣服 你有了更多的想法 有同学可能会说了 哎呀 这后背我没有那么苗条的身材 你光留48针哪够我这个后背的宽度啊 这个我起码我得 你留48我起码我得留56 这样的同学啊 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做出调整 这样的同学啊 都是有设计天赋的 明白吗 啊 大家要有这样的想法啊 也就是说 整体啊 同学们看 它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后背剩的这48针改成56针58针 没有影响 只是你的这个花纹啊 往外多支一点不就行了吗 啊 你原款的时候 你在这个位置 你是什么花纹 你是什么帧数 大家已经截过图 对不对 它是由17针的宽锁链针组成的 对不对 啊 你如果增加了帧数的话 你把它变成21 23 只要是单数构织中间的这种花纹的 那不是就完全可以吗 不会有任何影响 对不对 啊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知识点 希望大家听到以后啊 能够毛色顿开 能够 啊 通过这个知识点起到抛砖移印的作用 你自己也能设计出更好的衣服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 如果教程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